台中逢甲商圈有业者推出了手机充电服务 收费的方式充电一分钟一块钱 日前有民众处值了200元之后就狂按200次的荧幕 导致发票机一连就出了200张的发票 事后还沾沾自喜把这个影片po上网遭到网友批评 国税局得知后也主动的约谈业者 更惩罚性的在七八月只配发500张的发票 要杜绝小额发票滥用 白色纸张连结成串这不是彩券 而是一张张的发票 民众在脸书po文自己跟朋友到逢甲商圈的手机充电站充电 除此了200元10分钟就印出了200张发票 我们会跟客人说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但是客人就会说这不是自助式的吗 业者在说民众没在信道 照片po上脸书民众还沾沾自喜觉得有趣 立刻遭网友批评好浪费洗发票无聊当有趣 包牌的概念发票怪兽 小心被查税表 果然害了店家遭国税局盯上 决定惩罚性的在七八月份 仅配发给店家500张发票 消费者去除职完以后 他让消费者利用app的方式 设定一分钟开立一张发票的做法 应该是消费者在付款的时候呢 他就要一次交易开立一张发票 国税局强调业者app处职的发票开立设定模式 违反营业税法同意发票使用办法 目前已对业者进行辅导 若有违反规定将对业者开罚最高一万五千元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